我们每个相爱的人始终要记住一句话 如果你爱她就死在她后面 因为你可以好好地照顾她 我们虽然说今天可以给她一场婚礼 如果这个女孩子能够来 但是月明并不清楚今天她要来求婚的一切 如果她出来之后她不答应 我们无疑是把她架在火上烤 因为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 无比地想望要进入婚姻 要穿上婚纱 但是对于一个身体不那么健康的人来说 她可能内心会抗拒 张谦在王月明出院的这几天时间里 悄悄来到告白的现场 希望给重病的女友一个完美的婚礼 一场完美的人生 张谦的女友月明是一个漂亮女研究生 两人异地恋多年 2013年月明查出患上重症白血病 那么这个幻想结婚多年 现在却病重在身的女孩 能来到现场并接受张谦真诚地告白吗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她今天不能够来到现场 你还有结婚的冲动吗 我希望和月明结婚 这并不是一种冲动 这是一种我想了很久的决定 我觉得给她一个完美的婚礼 一个婚姻 是让她能坚强下去治疗的 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如果她来到现场 不接受你的求婚呢 认为不想拖累你 但是我会告诉她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陪在她身边 我们这一生 只有两个人存在 我会请求她让她接受我 谢谢大家